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很多人覺得黃金比例是一個很神奇的工具 如果從我的角度來看 黃金比例基本上我覺的 只不過是一個你賺錢的指標 很多時候人家說我買樓 如果我賺了一倍的話我就會收手 或者我賺了50%我就會收手 那為什麼黃金比例裡面有 61.8 有可能是16.8 基本上就是 有些人說如果我賺了50%之後 可能他再想一想 等多人一會 那就變了61.8 通常來說黃金比例 你在即市的時候 是多難去看到 就是多難去確立 因為市是不斷走的 那當然之後你會看到 那當然你如果去做練習的話 你可以看看 大部分的回調呢 就是50%啊 或者去到那裡有個阻力啊 當然啦 因為那些人通常贏了一半 或者一半多一點點就成虎 所以就變成50%或者60.8% 例如現在這個個案 你阿孫的那些投資者 在那裡沽貨 那 那 永遠黃金比例呢 就是找我們的銀行 銀行就是右邊的 那如果這個情形的銀行在那邊的話呢 我就會在頂和底那裡呢 就做一個 這樣的分割 那你見到呢 那你見到呢 我們不是看 前面 剛剛看得那麼多 我們不是看前面這裡 我們是看將會發生的事情 那就是換句話來說呢 你去看啦 哦 38.2%真的有些反應喔 因為那些投資者在那裡 嗯 他在下面那裡買上去 他打算 嗯 差不多贏了之前這裡的 38.2%呢 我就開始猶豫了 或者會吃虎了 所以為什麼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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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那基本上其實 是因為很多人都會看同一樣東西 所以為什麼他黃金比例在那些 某些位置呢 他是會有反應的 那繼續看啦 那有些長一點的投資者 他可能看 嘩 我吃到50%我就會收手了 或者那些肌是在看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 是一個指標來的 但是你絕對不能夠可以呢 是去 去當這個是一個 一個指標去用來做交易的 因為 你知道通常下交易 你不可以只是用一個指標 你就可以決定 我在這裡下交易 你起碼有三個至四個原因 你才下交易的嘛 那 你會見到有些情形呢 你會見到有 有些人用挖很多條黃金比例的 那 情況就是 如果你畫好黃金比例 有些人說 我又中了 Bingo 我又中獎了 那樣 又中了個位置 其實沒有意思的 你說一千條黃金比例的話 一定有一條中的 一定有一條是中的嘛 當然你不能說太多條 有些人說他整個圖都花了 基本上是自己騙自己的 那 會怎麼樣 這個是一個一分鐘的圖 是恆指的圖 那現在 首先有些人 我先刪除了這一條 那 你見到就 先刪除了 那我轉回一個 可能是 三十分鐘的圖 那 你可以 平時做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 自己去看看那些反應 那你 可以給自己的信心 那 例如我當 這裡去這裡 那樣 咦 很巧的 你看到 我走前一點 你看到 差不多 是有個 去到 去到 6.8 去到50% 那基本上 是 一些線 就是你信他有 不信他就沒有了 那我又 就抓到這裡 只不過是 比起自己的指標 是沒有什麼 特別神奇的 那 你見到50% 的反應 如果你講 Price Action Albrox 就很多時候 他不會看黃金比例 但是他會看一個 50%的回調的 他永遠都會看這個 那在我的經驗裡面 通常人家做 就是 就是 他們會在 day start 他就會 用一個稍微長一點的time frame 去畫第一條黃金比例 例如 是之前的東西 之前 它很簡單 它會怎樣呢 第一件事 它會在 這裡 這是一個start 可能是一個 早上的market 這樣他就會在這個底 或者頂 先畫一條線 你會用一個 大一點的time frame 那 那就是 我們的unown在哪一邊 我的unown在 在右邊 在我們右邊 那就是 他會看 上那個頂 下去 61.8 或者50% 看有沒有反應 然後 然後同一時間 他會轉一個 快一點的time frame 去分紅先 你會發現那條線很闊 是不是很闊 那譬如 我突然間 我在這裡做 這是一分鐘來的 這是一分鐘圖 那 突然間 我在 譬如我在這個位置 去到 差不多 去到這個位 差不多這個位 就是 假設這一堆東西 我們是未見到的 那 我又看看 這一班短線 投資者 剛剛我們畫了一條 黃金比例 已經 那 已經這裡有個 38.2 我刪除了這條 你可以看到 你已經有個 38.2 有個反應在這裡 然後 有些人 就會再在這個位置 再加多一條 哦 原來那個位置 剛剛我讀了 61.8 我看到這條 是不是overlap 變成 兩班 投資者的 判斷 都會覺得 那裡有阻力 如果 你用黃金比例的trader 例如 Caroline Brooklyn 他只會用黃金比例 他就會 哇 這裡兩條都搭著 這裡坐得非常大的 那黃金比例 也是一個 我們叫做 移動的 阻力 和支持軌的 計算法 那 只不過是 心態就是 我給你一個圖 給你看 你就會明白 Trending Line 有一條Trend Line 在這裡 那接著 你看到 有一浪比一浪高 這裡 有一條Trend Line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 我之前說過 就是 那些人吃虎 那些人 他覺得已經夠 所以他會離場 例如你看到這裡 上去下去 他比如沽了大概 這個距離的 不投資者 去到這個位 大概50% 這個range的50% 他就會吃虎 那50% 的retracement 甚至乎 甚至乎 他說 他在這裡 買相 然後呢 他過了100% 他不走 差不多那裡是100% 他不走 他有150% 他就猶豫 走好還是不走好呢 他再想到一會兒 那就161.8% 就是150% 再多一點 那這個因應這樣 有一個比例出來了 那同一時間 某些電腦 那些電腦去控制他離場 也都可能是 就是 用一個黃金比例 那如果 大家都在看一幅 同一個 同一個圖的話 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 行走的format的話呢 他的線畫出來 都會 是 同一個位 他因應黃金比例的計法 就是等同於 他們畫trend line 他們畫trend line 都是因為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會用 所以 才會引成 那條trend line 會盡的 那這裡 一樣 會調50% 那L Brooks 通常都會去看這個 那61.8%就是 竟然這個 的長度 那些人想 我吃50%的話 然後 好像不夠 等一等 那就變成61.8%了 那這個 我之前講過 就是 如果你有參加過 我的 MG4 和PA講座 會講 通常這些情況下 我們就會必做的 為什麼必做呢 就是 錢低 那我就因應 這個長度 可能是 38.2 或者6.8的回調 只不過那些數字是 我剛剛解釋給你聽 就是 50% 有些人怕 去不到50%的成果 有些人就是 不如我等一會 55% 就下1.8了 那我就會 在這裡買下 那跟著 買下 那我就會 confirm confirm 可能它 差不多到一個 黃金比例的23.6 我才開始 去買下 那甚至乎 你到100%了 商底了 如果你不見這些 就變成商底了 可能呢 你會在這個位 再過少少 10% 的 100% 就一直 沽沽到去 1.8 就是 在這個 量度 差不多是150% 再想一想 就是1.6.8 就是這樣 永遠都是在左邊 或者找右邊的銀洞 那翻翻這幅圖 我就說回 那這裡 我剛剛說的就是 為什麼會 重疊位 那個 阻力 就會比較大一點呢 就是1.8 38.2 就是 剛剛我們 在那個 30分鐘圖 那裡 畫了一個 黃金比例 是找右邊的銀洞 那同一時間 我在1分鐘圖 又再畫到黃金比例 那如果這兩個 重疊位加在一起 就是兩方的 那時候之者 都是在看同一個圍 上面有一個阻力 在那裡 那我先把錢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 standard的黃金比例 那有一種叫 extension extension 有兩種畫法 那我 講了 一種 我覺得是稍微有用的 那一種先 那開了一個 30分鐘圖 那例如 好像 當我 假設在 這個位置 譬如我在這裡 在做 我在做 一個 長線一點的 交易 當我在這裡開始 我在這裡做一個 unnote 黃金比例 那就是換句話 我正在找他 這個下去 的 上到什麼位 我就會走 那譬如我可能 過了100%之後 我都不走 我是長線同志者 來的 那有一條 不明文的 rule 是什麼呢 它就說 當你去到 即某些位置 你看到 到這裡 261.8 是不是有個反應 那去到 43.6 呢 有些人相信 就是會有個反應 那你看看 423 在哪裡 那我畫 我展開 我展開 就差不多 我們星期五 那個高位 那你光看黃金比例 有沒有用呢 你可以拼一拼 你去吃糊 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打算我打反手的話 就 嚴謠一些 那這裡很明顯 就是 就是 Exhaustion 那 為什麼 Exhaustion 如果之前聽我說的 那些 那些 Gap 你會大概知道 Exhaustion Gap 有什麼情況 很多時候 這裡沒有Gap 那學了Exhaustion 其實大家知道 Gap的原因 就是突然間 有人放那些價錢出來 撞到 限定 即 有人接受了 突然間跳價 所以形成有Gap 那你怎麼也有Gap 因為這裡收了市 那如果突然間 你排位的話 一開市 就個個都怕 扔貨了 那你就看到有Gap 但是同一時間 Signify其實都是一個Gap 只不過 它的Market正在走近 所以你看到有Gap 那其實在這個環節底下 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會看 有機會的Exhaustion 那所以 你又加上 那個黃金比例的話 Sorry 加上黃金比例的話 那你可以當 嗯 差不多這個位置 我一定要來場成功 那我再說一次 永遠 都是我們是找 右邊的None 不是左邊的None 左邊是不可能 因為發生了那些事情 那就是會 這個是Exhaustion 那我就會這樣去畫出來 那你 如果你看長線一點 就這樣拉它去右邊 有多準啊 真是四二三短路 我畫準一點點的話 你畫準一點點 你在左邊 可以看到 是踏得陷了 頂和底就是 四十五 那你信真 又不信真 就沒有了 可能這些肌的問題 引致這個情形發生了 很多人都是在畫同一條線 去做這個乘烏位 那就 那這裡是 二六一 也有反應 那通常人家是 我再說一次 是用來一條成功的 那還有一部分呢 有些 也都是 你信則有 不信則無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是 就是 通常呢 有些人呢 就會看 啊 六一點八呢 譬如這裡是這樣的 我找人家 在右邊 去到六一點八的話呢 他們就會看 一個 下來會看反彈的 最多是反彈一點點而已 但是我 有些少許不同的看法 通常呢 如果去到六一點八 而它穿到六一點八呢 我會寧願 等它一回條 我沽下去呢 在六一點八沒反應的話呢 回條沽下去呢 反而機會就會 大一些 可能會更多一些 因為 因為 跌下去 通常我這個情形 只會向下行去做而已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 紅市的力量 往往是大過牛市的 因為 那些人可以沒有成本的沽貨 就是這麼簡單 那千萬不要輕信 別人說那些 黃金比例的位置 你就走去 跟著它去做 因為為什麼呢 是 不是太過實在 尤其是那些人 如果畫很多很多條 黃金比例的線 整個圖都是的話呢 那些更加不應該相信 理會它準 因為 實在碰到一條對的嘛 是不是 那就希望這些資訊 能夠幫到你了 Thank you